记者彭建里苗栗报道,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下乡苗栗视察,肯定无党级苗栗县长参选人,头份市长徐定珍的能力,并表示,只要徐定珍在下届苗栗县长选举脱颖而出,对于苗栗县往后发展,就踏出成功的一大步。 赖清德与苗栗市长邱炳坤、徐定珍等人,在苗栗市玉清宫参拜后守防止出,苗栗县未来要持续发展,财政的管理非常重要,在这种情况下,需要有经验的县长带领,也有赖中央持续支持。 赖清德说,县市要发展,规划也很重要,他认为,苗栗是个好地方,好山好水,风景秀丽,物产丰饶,加上客家族群勤奋大叛,淳朴的民风,绝对有办法可以在全台各县市中名列前茅。 赖清德观察,苗栗县县长参选人中,徐定珍有不动产估价式高考,地政室普考及格,是财务管理专家,在投分镇或投分市任内,落实财政控管,让工库转亏为盈,就是很好的证明。 他认为,只要徐定珍在县长选举脱颖而出,相信苗栗县就踏出成功的一大步。